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已经做得很好了 狼牙王也没看错他 但是你爹我 不想再等了 我不同意父亲的看法 既然你认为一件事情是对的 那么坚持下去便是了 我知道你心中所想 你忍了很多年 忍得不过是你没有写下的那个词 而那件事本来就是错的 卓一 卓一 还是一帮孩子 听说你昨晚也搬来雪楼山庄住了 不仅昨日 今后我都要在这儿住下了 跟你父亲吵架了 这倒是新奇 从小到大我还没见过叶将军 舍得对你说过一句狠话呢 他昨日说了很奇怪的话 说什么了 他觉得 在这次天启之战中 你赢不了 还说如果你是以臣子的身份 就算有再大的决心 也无法为狼牙王翻案 看来我最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 你说的是龙峰卷轴 这件事你没有当着你父亲的面提起吧 当然没有 他若知道我们查此事 还是真的不让我出来了 他应该是接受了那份卷轴 我猜接下来的一步 他就会召集狼牙军联系萧凌晨 发动叛乱 我也是这般猜测的 但这话从你口中说出 怕是已成定局 这将是北厘建国以来 最大的一次叛乱 几十万铁骑将踏过整片大陆 直至天际 无数的百姓将会因此门难 而折服在北厘周边的国家 也会伺机而动 可是我不明白 狼牙王军叛乱 这对赤王他们有什么好处 为何龙峰卷轴会在此时出现 为何卷轴一出现 就会找到你父亲 若最终真是萧凌晨登基 宗庙归位于狼牙王 那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 我现在还想不明白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绝对是个圈套 我相信你父亲能想明白 但是他还会依然往里面走 因为他这个人极度自负 他对自己深信不疑 在陷入牢笼的同时 能咬死那病虎 还能全身而退 最后再把那猎人咬死 他确实抑制这本自负 可是这份自负 人极度最终会害了他 害了整个狼牙军 也会害了萧凌晨 就算最后他赢了 也会给贝利重创